这个就是我当初买的NFT 所以你买了这个NFT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贴纸 对啊 我就会想到很多我喜欢的东西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不是因为这个价值 我当初买的时候我还觉得 一个图要几千块美金 很贵 我是碰巧 刚好碰到我人生当中 第一个我朋友介绍给我的NFT 一之一我听到我就觉得 我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不能跟我一样 很酷 我是从这一个出发被吸引住 那时候我也是因为很喜欢 万一研究之后两三个礼拜 我老婆每天晚上说 你今天有挑到喜欢的吗 像买玩具一样 我就在电脑前面就是 然后就很常会打电话 兄弟 除了这个你有看到 我有看到 我刚刚出来了 那个朋友的老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反正就是我们两家人都是好朋友 我老婆就跟他老婆讲话 他们两个那么疯了 他们真的是小朋友在玩具店 跳玩具一样 其实我老婆没有抗拒 她只是觉得有什么 这么大的魅力 对 为什么 这个图像为什么可以让你们这么疯狂 那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大概是在半年多前 就是我朋友的一个聚会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有朋友聊说 你们知道NFT吗 我说不知道 什么叫NFT 那个朋友就开出来 他说这个叫Crypto Punks 然后它是有一万个 不同的样子 那一万个每一个的打扮 都没有重复 它就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长不一样 就是可以变成 你自己的profile picture 可以变成你的桌布 可以变成whatever 蛮帅的 我当下的第一个感觉 我当初就是先看到 这个project喜欢的 你按进去 它都会有不同的Asheville Asheville就是它的熟性 有是Bot teeth 就是爆牙的 这是我最很喜欢的Element 然后大胡子有146个 然后27个有在挂载出来卖 那你就可以慢慢看 然后我们会 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在看完 那个Crypto Punks以后 你可以去OpenSea 跟Nifty Gateway 两大网站 OpenSea也是一个其中卖NFT最大的网站 开了自己的Wallet 开了自己的那个Cold Wallet Cold Wallet的意思是这种 它把你的资产 艺术品也好 钱也好 你的资产 从网络世界拿到真实的世界 Offline 把它输入在这个USB里面 那这USB只要一拔掉 它是不是跟那个网络世界脱离 脱离以后 如果就算hacker要hack进来 他知道你密码 他没有办法通过 他手上如果没有你的Cold Wallet的那个USB 他就需要按 去确认确认确认再确认 是很繁复的一个步骤 如果大家对于NFT有兴趣 没关系 但要先学会用Cold Wallet 我这是我前几天看到 但影片出来的时候应该过一阵子 好 我给你们看这个你们就会懂 这些是一千架架架架 一千架架架 87架的Chanel 27 McDonald's 3 Hello Kitty 3 Hello Kitty 3 Hello Kitty 3 These are Franken rockets a disparate clusterfuck of pieces This is a perfect rocket 3 The Fire Rocket 3 The Fire Rocket 3 Its digital twin 3 And a video documenting the launch 4 Born a Trinity 3 The Fire R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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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很喜欢这个Project 是 我看完这个影片 很简单我就懂 它简单 我更简单跟大家讲是 你可以在上面买煮你的火箭 头 中 尾 随便你怎么配 你们叫什么 四驱车 四驱车 你会收到 你会收到 好 收医术品有经验 但是虚拟没经验的 我觉得蛮建议你买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拼自己 我有拼 我自己拼 用电脑 叫我同事用电脑拼出来 琴宝汤的头 中间 Haruki T尾巴 我朋友买的这个是 琴宝汤 麦克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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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尼克兰套 对 我觉得其实很好玩 很好玩 很好玩 NFC是很好玩 所以刚刚说 以前拍戏也有多一层 对 对啊 拍戏也会这样 拍戏也会很客戴 对啊 这地方也算好了 对啊 对啊 非话 路边 对啊 我前天才突然 保安公司打来 他说你的门被打开了 我说啊 我的门被打开了 然后他们现在过去看 凌晨 话没事 只是 因为那个门打开 所以他的防盗一定会响 你会担心 就等于是你也会担心 你的帮户被偷一样了 我一个朋友也是因为这样 被黑客 他走了他的NFT 嗯 嗯 好啊 我自己去充就好了 哎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请问有什么差别 等一下会有 好 这消水怎么 他要直 不要 就是这里 他要这里 他要这里 甚至不能 躺开吧 好 好吧 中文字幕君 今年剛好40歲 我20歲入行 就二十年 所以我就想到 我這二十年其實影響我滿多的收藏的東西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才跟Christy去貼這個方案 然後他們也很感興趣 然後就一起來做講 剛剛前面就很順地走下去 因為都是 Base on 我的真實的 experience 跟他們講 講完以後他們再寫出來 Modify me 幾乎都是國人區分出來的 下一集要拍的事情是去 Outdoor Living 對 怎麼會 就是那時候怎麼會想要 下面的東西 Camping嗎 對啊 這麼有趣 這麼挑 因為 我真的從來沒試過camping 在 就沒有試過過夜的camping 我有一天的camping 但我很想試一次 比如說過夜的camping 我也不裝 我也真的沒去過 哇 所以我們下次去是你的第一次 Overnight Overnightcamping 哇 我的第一次的幸運 謝謝 榮幸 榮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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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